今天為大家試駕的車型感覺是適合力的 是它也只有頂尾 哇這兩個好開桌的 它的行李箱 今天為大家試駕的車款 我相信很多人期待很久的 就是Honda Odyssey 它這次做的改款 當然很多人在敲碗 他說怎麼沒有油電 我曾經講過很多次 消費者是決定一切的 媒體沒辦法決定一切 當今天如果一台車的誕生 一台車的改款上市 結果沒有人買 原廠會不會改 一定改 可是相反的 沒有換引擎還是賣翻了 原廠會不會改 當然不會改 能夠維持現狀的話 是最好的 你多一個引擎規格 要多一個庫存的負擔 那以今天我們試駕車型來說 它是目前缺車最嚴重 也是80%以上的 Odyssey的消費者 買的等級 就是7座的登峰版 它的售價179.9萬 另外還有一個8座登峰版 少2萬177.9萬 以及入門的幾乎沒有人買的 162.9萬的卓越版7人座 所以7人座兩個版本 8人座一個版本 我問了原廠 為什麼大家都買7人座 有一個很重要的關鍵 就是它的座椅變化 如果你買8座 就少了這個座椅變化的功能 會買MPV的車型 要的就是這個 要嘛你去買SUV就好了 MPV的優勢就是它座椅變化的豐富程度 以及它的空間的表現 加上這次在內裝質感的提升 但是目前缺車情況還是很嚴重 你如果今天去展示一間訂車 最快交車要到6月 慢著的要7月 才有辦法交車 順便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台本目前其他的訊息 CRV也要等 要等一個月 大家比較關心的FIT 應該會在Q3或是Q4的前面 會在台灣上市 Odysy的輪距正好是2900mm 2.9公尺 所以它創造出的空間表現 確實 目前在台灣汽車市場上 它沒有什麼太主要的新生對手 唯一一個Toyota Previa 已經沒了 那Alpha高它一個等級 以日系來說 它就是唯一的選擇 以它的價位來說 當然你可以選一些歐系的 但是 要達到它的空間規格 又或者是它的日系的 細膩的質感程度呢 然後還有一個最重要的 保值與否 確實Odysy 目前在市場上它是獨大的 怎麼了 發生什麼事 地震嗎 沒有 我們來看它整個車的造型 最大的改變也是最好 確認新舊版本就是這個水箱護照 這個造型的質感呢 有些人覺得好看 有些人覺得上一代好看 但是我覺得這一代也是比較好看 而且看起來比較大氣一點 兩側的頭燈全LED 包含了你轉動方向盤 在大燈兩側下面這邊有兩個點 這個是轉向輔助的照明 下方有一排日行燈也是LED的 然後你看它整個車頭的造型 這一次看起來比較高 比較肥 比較寬 所以讓它整個車頭看起來 跟上一代比起來 為什麼我們剛剛講的比較大氣 我們來看它車側 懸吊系統其實一樣前脈花承 後扭力量 這個設計呢 後懸吊會是關鍵 因為它沒有四驅版本 所以後面 如果你常常是兩個人乘坐 或是單人駕駛的話 後座的胎壓 和你常常全家出油滿載的情況下 兩者的胎壓 後胎壓會決定到 這台車的乘坐的質感 等一下會跟大家分享 煞車系統四輪跌煞 輪胎的尺寸也有一點差異 如果是入門的版本 它是17吋 我們今天試駕是高規的 它的輪胎尺寸是 22550R18 然後在後視鏡上 整盒LED的方向燈 還有就是我比較喜歡 就是它這個三角窗的面積 這個是很多 不管是SUV 尤其是NPV 這個三角窗面積 加上你的座姿比較高 以及比較大面積的前檔風玻璃 讓你在開車的視野上 表現會比較好 車門的感應要是 前面兩個門 它是一個傳統的黑痘痘 然後後視鏡還有一個東西 它有車側的盲點 這個也是在高規才有的 入門是沒有車側盲點的 然後B柱和C柱 有鏡面烤漆 鍍鉻材質 只有在車窗的下緣 以及車門的把守 歐德馨另外一個賣點 就是它是 兩側是側滑門的 這個和有一些NPV車型是 開門的方式是不一樣的 它進出的便利性和空間表現 是傳統這種開門方式 所沒辦法贏過它的 所以側滑門還是 很多人很喜歡這種側滑門的設計 尤其是小朋友 還有比較年紀大一點的長者 進出車門的輕鬆程度 會表現很好 然後在上方 有一個標準尺寸 在B柱之前的小尺寸的天窗 車尾的造型 從上方這個比較大面積的尾翼 內建的第三煞車燈講起 一直延伸到比較垂直的車尾造型 它就是為了要創造比較好的空間 尾燈面積比較大 但是全LED的 之前有一個網友 寫了一封信給我 他拍了一張照片 他說為什麼他看到一台Odyssey 更寬更大台 那個是美規的 台灣沒有進 有水貨貿易商有進 原廠沒有進 其實台灣本田可以考慮引進 我覺得還是有人喜歡 大型的MPV還是有那些需求 這樣子的話 Sienna才會有對手 左邊Odyssey的名牌 已經沒有排氣量的名牌 如果今天是油電的話 應該會有一個Hybrid的名牌 然後在寶桿的兩側 你可以看到就是 有反光鏡 但是它所有的燈具 都集中在尾燈組 包含了全LED 包含了後屋燈也是LED的 晚上不要開 後方有四眼的雷達 加上了這邊 有倒車CCD 車側也有 所以它有360度的環景系統 我們來看看動力心臟 一樣沒有油壓頂桿 傳統的頂桿 但是有隔熱棉 這具也是地球夢遊群 但是它並不是渦輪增壓 也不是油電 還是自然進氣 排氣量2356CC 最大馬力175P 扭力23公斤米 整在4000轉會產生 變速箱一樣 CVT 無段變速箱 然後它是七速的手自排系統 模擬七速的 最後一個就是油耗 全車系都是二級的能源效率 在原廠公佈的油耗 入門的版本 12.9公里一公升 我們今天試駕的車型 一公升跑12.1公里 我想應該是輪胎的差異 造成它的油耗會有些小小的差異 我們接下來介紹它的尾箱 它有腳踢感應 也可以透過鑰匙 或是透過駕駛方向盤 左邊的按鈕 其中有一顆是控制後面的尾門 它一樣可以做高度的設定 這邊告訴你 你只要Hold住 就可以設定它的高度 嗶嗶兩聲就表示有了 我覺得剛剛那個油耗 可能跟電動滑門的重量也有關係 所以入門的會比較省油一點 打開之後就是它的重點 為什麼我問了幾個業代 他說所有的人都買7座的原因就是 你如果買8座的話 你就少了這些便利的設定 然後第二排 它還可以做類似商 雖然它是手動的 但是可以做類似商務艙的座椅設定 這也是Audrey的一大賣點 因為日系的MPV車型 很在意第二排這兩個獨立座椅 相反的 歐系的中型或大型MPV 它就不太在意這個部分 這也是為什麼不管是在台灣 在大陸甚至香港 日本當地 他們都很喜歡買這種日系MPV 它很方便 很便利 然後呢 駕駛者的整個開車感受又很輕鬆 因為你前檔物玻璃面積大 然後最後一個最重要的就是 它的座椅的變化 完勝所有的歐系的品牌 不管是收折的費力或是時間 又或者是整個設定上的方便性 日系MPV在這個部分 確實做得很好 再來就是重點 電動車滑門 頂級才有 這邊是電動是頂級才有的 進出車門的空間表現非常好 雖然第二排座椅都是手動的 你看坐進車內 我們先把服務手收起來 到最前面是這樣子 沒有人會這樣做嘛對不對 我們往後滑 滑到一個 緊繃是這樣子 正常是這樣子啦 但是它很妙喔 它還有一個左右滑的 往車輛中心點滑的目的是 讓你可以到更後面 可以到這裡來 如果你後面椅子還是正常位置的情況下 可以到這麼多 這邊這樣已經可以翹腳了 這個空間不見大 好 那我們現在設定到這樣子就好 好 現在是這樣子 西部空間兩個拳頭又兩個指頭 這個其實就已經夠了 然後這邊有一區的恆溫空調 總共有八個出風口 都在燈的旁邊 所以你可以自由的去調整 我們現在這個設定好對不對 我們去第三排示範給大家看 這個座椅的收納 你就照它這個圖 的步驟走就好了 先把椅背 三個 424椅背找平 很簡單啊 很輕鬆你看 非常輕鬆 然後這邊有一個拉桿 你要拉了這個拉桿 然後這樣子 就回來了 可是回來之後 它沒辦法歸位對不對 有一個紅色的 它告訴你要把它勾住 讓它鎖住 這樣就好了 然後我們再回到 第二排 你如果椅子沒有往中間靠攏的話 它會被輪斧影響 所以呢 原廠很貼心做了一個這個設計 向中間靠攏之後 再拉了這個把手 你看移到哪裡 然後還有一個小腿 你對我的腰靠 這就是Odorsi 為什麼大家都買7座 不買 你8座的話 第二排座椅就沒有這樣的功能 沒有這樣的功能 你就喪失的買Odorsi的理由 這個設計真的非常好 難怪它會賣得好 第二排 B柱之後的座椅設定 它確實是 現在目前是沒有競爭對手的 好我們現在去示範第三排 你看這個把手真的太重要了 我是不需要 小朋友就要 或老人家 你在上來的時候 如果這個 當助力的話 你進出車門就會 比較安心一點 而且比較穩一點 如果它下車這邊可以再一個 可以讓我拉一下的話會更好 但是椅背可以啦 拉椅背就好了 但是如果這邊可以再一個會更好 然後第三排 我們來看它的空間 我現在第二排是設定到後面最大 然後第三排還有 三到四個指頭 但是它的椅墊 你看它這個椅墊還滿厚的 不過像有些車 它第三排坐得很薄 你看我的大腿這邊 不像有的是這樣子 它是這樣 還有一點點支撐 坐墊不能前後 但是 這個好像可以改變它的角度 對 你看它可以變這樣 雖然犧牲掉後箱的空間 可是人的空間 只有一個地方會受影響 但是小朋友不會 大人才會 或是臀部比較大的才會 就這個 就被這個擠壓到了 可是 只有一點點而已 那後面還有一個背架 那邊有一個 然後這邊還有一個電源供應 那如果說我現在 前面坐的不是大哥 或是 很高的人的話 你其實可以把椅背 和椅墊稍微往前 這樣你第二排的空間就會更棒了 來來示範一下 想要你先標拍 來 你坐上去示範一下 好 你現在前面幾個圈都 無限大嘛 你把它弄到一個半就好了 犧牲一點 好不好一個半 這樣 這樣可以喔 你看你看我第三排 讚 讚 我們來接好它內裝 啟動引擎它有引擎啟動鈕 喔 層面兩個沒有感應鑰匙 你會看到這個數位儀表 它是一半 是 液晶顯示 另外一半是傳統指針 但是還是自發光 這個量不代表你開了大燈 所以要記得 因為它還是有off 沒有off 太好了 撥到off會彈回來 所以變成是 強制開大燈或是用auto 如果你覺得麻煩 記得就永遠把它撥到auto 你去給它趴車 或給它洗車的時候 或是去保養的時候 很多技師會幫你 改變這個大燈的設定 你記得要把它改回來 我相信很多人 晚上不開大燈 都是因為被人家改了設定 並不是因為它 所以要記得 上車之前 發動引擎之後 要開出去之前 大燈要先檢查清楚 一個月一次的 請朋友或家人 站在車頭或車尾 幫你看看所有的燈具 是不是正常 大燈是不是一個變 燒壞了變獨眼龍 或是尾燈完全沒了都不知道 一個月做一次這個檢查就可以了 而巡迹系統當然也是標配 然後另外還有一個部分 我先花一點時間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為什麼大家都要買頂級的 它的差異到底有哪些 我們從第一頁 主動安全講起 如果是在入門的話 七座八座頂級都有 入門的七座 少了盲點偵測 少了倒車預警輔助系統 就是你打倒檔的時候 如果兩側有車輛 有行人 要過的時候 它這個儀表板會顯示一些警示 入門就沒有了 再來一個就是 駐車雷達附影像指示 前後停車雷達 各四顆總共八顆 也沒有 這是第一頁 第二頁 LED主動轉向式 輔助燈也沒有 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你轉方向盤的時候 前面有個輔助燈會亮 電動天窗 沒有 駕駛座滑門 沒有 就是我後面這個滑門 它是手動的 副駕駛標配都是電動滑門 雙前座側 潑水玻璃 這個 它是有潑水功能的 我們來看看第三頁 導航系統 這個 它的圖子是Garmin的 如果是入門的話 就沒有導航 但是一樣都有Apple CarPlay 恆溫空調系統 這一個面板在前座都是一樣的 只插在後面還有一個單區的恆溫空調 如果入門的話是沒有的 尊榮全書展式紓壓座椅 這個只有在七座有 因為八座的話 後面兩個不是獨立的 你只有買到七座 才有這個紓壓座椅 中央華蓋式置物箱 這個 這個只有在七座才有 連八座都沒有了 後座側窗遮陽簾 也是一樣 入門的是沒有的 上鎖後自動收折後視鏡 1Touch電動窗 附防夾功能 如果是入門的話 只有架子座有防夾功能 我們等一下會送二把握 有防夾 你手來夾一下 用指頭夾 也很爽喔 呵呵呵 我們有送一組啊 這個是 不是給Otus使用 是給CRV用的 五代和5.5代都可以使用 它是盲塞式的 會有一個 所以你看了我們Otus影片 但是你駕車會員 已經有CRV了 你就可以來留言 沒有CRV也沒關係 你朋友有 你可以中獎的送給他 或賣給他 如果都沒有 上雅虎拍賣去把它賣掉 你還是可以有一點收入 有一組 一樣到我們購設置官網去留言 留言之後 我們會抽出一個 不是複製轉貼上去的留言 而是你自己打的 然後有建設性的留言 我們會送給你 OK 就這些 那它彼此的價差呢 17萬 就少我們講的這些東西 所以難怪大家都買頂級的 上方這個音響主機 它是有中文系統 但是儀標版就沒有中文系統了 它內建的導航是GAMI 然後你可以連結Apple CarPlay 現在不用像以前CRV 還要進去解除開啟 現在不用了 原廠已經幫你打開了 然後一樣 打到檔的時候有360度 它360度的影像的清晰度 還勉強可以接受 而且還有很多的功能可以去設定 包含了 你倒車或側邊停車 它是自動的 你只要照著它的指示 切換檔位 R檔或D檔間的切換 它會幫你自己轉方向盤 變速箱撥桿 一樣喔 它在撥桿的部分 是類似這種整合上置式的 並不是在這個地方 所以它扶手兩側中間 會有比較大的空間 變速箱不能切換到手排模式 它只有D和S檔 但是方向盤後方有 還滿有質感的 這個金屬的換檔撥片 旁邊就是雙驅的鴻溫空調 我很喜歡O2C的地方就是 它確實是為了家庭打造的一台車 尤其是如果你有小孩 有長者 你會對這台車很有感 而且會很滿意的地方 第一個 它的置物空間 你看 這邊有一個上 我很喜歡這種上置式的 然後裡面還有一個USB的沙槽 然後這邊有 又有一個 上下對開的置物空間 然後兩側有杯架對不對 把手這邊 還有一個小小可以放鑰匙 以及最重要在這裡 它雖然沒有QI 然後呢 有一個USB還有一個電源供應 但是你看這邊有一個鍍鉻的按鈕 按下去 它就會出來 然後下潛回去 這個設計很棒 而且你可以看出原廠就是 它會 在這個設計上 你看它這個質感也不會看起來 就很粗糙 或者是很陽春 雖然它這邊是硬質塑膠 可是設計感很好 如果你把它收下去的話 下面這個抽屜打開 裡面是兩個杯架 所以杯架前面有四個 還有一個在哪裡 第五個 在這裡 駕駛獨享 飲料放這邊 如果我現在這個水很燙了 我要喝冰水的話 放在這邊 然後冷氣舒風口對著它吹 效果還不錯 然後你看這個地板 你可以看出來 從這邊稍微鼓起來一點 之後一直到後面變全國嶺 然後這邊還有一個 拉門式的置物空間 所以它置物空間的規劃很多 加上上方這個眼鏡盒 往上推一點 它裡面是眼鏡盒對不對 往上推一點 它變成跟它後面溝通的一個廣角鏡 後面有小朋友 你跟他講話的時候 就可以開 它也可以看到你的表情 你也可以看到它 然後在前面 LED的閱讀燈 包含了 可以開啟的 但是是手動遮陽簾的一個小天窗 所以你看它的 它整個規劃 包含了駕駛視野 也許你犧牲掉了一點點駕駛樂趣 但是換來的就是空間 以及 你很便利很救手的所有置物空間 加上很寬敞的空間 你可以讓小朋友或長輩坐在後座很安穩 儀表板另外一個可惜的地方 就是它並沒有中文 但是你可以透過發滿 左邊這邊有一個房子 就轟件去做切換 大概可以分為 就是它有音源 音響資訊 電話資訊 導航 這邊有一個簡單的圖示在這裡 所以你如果切換到車機導航 用Apple Carp也沒有 車機導航的話就有 它可以顯示在這邊 告訴你目前 因為它沒有台頭顯示器 可是透過這個數位資訊 可以簡單的告訴你 還有多少公尺 要左轉或右轉或是到達目的地 大燈有自動起閉 ACC的YUEBOLA AUTO 雨刷沒有 但是有微調 一滴雨 就表示你雨刷刷的比較慢 頻率比較低 如果3D雨加一個加這邊 你要撥到這邊的話 表示你的雨刷的動作 會比較頻繁一點 方向盤的右邊就是HONDA SAMGIN 它有車道居中 車道偏移警示 但是沒有全數位的ACC 三次以上才能啟動 方向盤左邊還有一些按鈕 接燈開關 以及下方 左右兩側電動滑門 然後前方碰撞的警示 可以關閉 車道偏移警示也可以關閉 然後在下面有停車熄火的開關 停車雷達 循跡系統還有後方電動尾門的開關 所以這邊呢 完全沒有盲塞可以塞 也沒有任何一個空白鍵 全部都滿了 微二的空白鍵 反而是在方向盤右邊 這邊有兩個 這個在其他地方不知道是什麼按鍵 座椅有電動椅 副架沒有 沒有記憶裝置 但是 我們現在就來調到我們的坐姿 然後你看它這個三角窗面積很廣 方向盤的調整是四向手動的 上下的調整的幅度比較小 但是夠了 好我們現在上路來試車 我們先設定在節能模式 Eco模式 然後呢 我刻意的用了原廠車機的Garmin導航 然後它直接設定有一個回家 我不知道是誰家 這不知道是設定誰的家 你看它這邊就簡單的圖示了 你一上路就會發現幾個重點 第一個 可以感受到這個輪圈和輪胎好像很重的樣子 你會覺得 避震器在坐動 它的負擔稍微大了一點 尤其是碰到一些 像這種圓形的鐵蓋 水溝蓋 或者是一些彈跳比較大的路面 如果有辦法的話 你在升級輪圈的時候 看有沒有辦法升級鍛造 因為其實現在鍛造圈如果是18或19吋 19吋的話 其實價錢沒有以前那麼貴 可能可以讓整個胎圈的總重量 稍微減輕一點 負載不要這麼大 它在正常路面 平坦路面行駛的時候是不錯的 再加上它 我很訝異就是它用了雙層玻璃 所以它隔音的表現還不錯 你看如果沒有坑洞的話 有沒有 有坑洞它就會感覺 底盤的輪胎的震動聲音會傳到車內 可是你在行駛過程中的風切聲的移植 還有就是 整個引擎的運轉聽不到什麼聲音 所以它移動的過程是很棒的 是很舒適的 CVT變速箱 有些人覺得很棒 有些人覺得說 可能動力輸出會被吃掉一點 可是它的加速的順暢性 因為會買這類車型 你要的就是它移動過程 你很平穩 CVT會占很大的功勞 你在轉彎的時候 你不能像房車那樣轉 因為車內都會吐 會暈車 可是你是順順的開 然後油門煞車還有轉方向盤 這幾個關鍵 就前後左右 車輛前後左右這幾個關鍵 你如果能夠掌控得很好的話 坐在車裡面的成員 它的舒適性就會大幅的提升 搭配了很好的硬體 包含了雙層玻璃的隔音 雖然沒有來油電 但是這具引擎的運轉 所有的噪音 全部被防火牆組合在外面 當然有些人會說 這樣油耗可能會差一點 可是沒辦法 MPV重 然後加上它的配備 電動滑門這些加一加 它的總重會增加 所以會造成油耗會差了一點 可是相對的 它的其他各方面表現 卻是目前現在 不管是SUV 房車 所沒辦法給你的 你看就這麼高的車身 另外還有一個部分 跟大家講一下就是 雖然它是電子輔助的方向盤 可是它的電子輔助的力道 並沒有很強 也代表就是 你在轉方向盤的時候 會稍微一點重手一點 那我們現在把它解釋關掉 來試看看一般模式 看看會不會有什麼差異 它的空調介面 除了雙居以外 另外還可以控制後輔 後方的 後方的空調的溫度和風量 可以在這邊做調整 然後另外在方向盤撥桿 最前面有一個按鈕 這個按鈕 在以前的車型上 是按下去可以看 右邊有個CCD 現在不是喔 現在你按下去 速度只要低一點的話 會顯示 360度的畫面 20一下就有了 那你再按一下 它會出現另外一個畫面 兩側的 所以你在第一處 巷弄間穿梭的時候 這是一個很好用的配備 ACC沒辦法全速域 然後 車道偏移車道居東都有 所以它還是有基本的 幾乎達到Level 2 還沒有到 Level 2的輔助架式 所以難怪 Odyssey我大力讚賞了內裝的機能變化 還有它的整個座椅的舒適性 乘坐起來的質感 不會像有些車做得很薄的 頭空減掉 雖然B速之後 所有的設定沒辦法電動 電動的話就要像Alfa那樣 很貴啊 快300萬了 可是Odyssey所給你的就是 就是 就像我一開始講的 你犧牲一點點 駕駛樂趣 換來就是 全家 坐在裡面是非常舒適 也難怪這台車現在搶翻了 賣翻了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可以趕快去訂車 現在訂大概六月到七月就可以交車了